2018年年度罢瓶之王妃邓乐莫属,连番出现在欢乐宋儿,白鹿园,土桥船,香蜜沉沉浸如霜等多部热播剧中,剧中塑造的角色各有千秋,各剧特色,这样的罢瓶盛世,恐怕连邓乐自己也没有想到, 一部香蜜沉沉浸如霜也让邓伦成为发展势头最猛的90后新生代男演员,邓伦的一夜爆火,看起来是偶然的,但是在百花齐放的娱乐圈里,想要不劳而获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,都是靠着演员不及魁步,无至成千里的信念,才得以换来今天的成就, 邓伦,你就是各戏疯子一口气出产这么多热播剧,对邓伦来说不仅是运气,同时还是一种压力,接连多部戏面试,邓伦曾说,连着多部戏和大家见面,还都是不同的性格, 所以我也很担心观众能不能接受,会担心大家觉得我演的不好,如今,设计部戏都已登陆萤幕,塑造的角色也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,我想邓伦选着的心可以暂时放下来了,自称戏风子的他也不负盛名,邓伦在说白鹿元时,内心的情绪一于言表, 在白鹿元这部戏里,我收获太多了,不单是表演,还有生活合作人,我能感觉到拍完白鹿元后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,明白了戏该怎么演,明白了怎么对待生活,太多太多的收获,都是白鹿元给我的, 其实白鹿元这部剧,一开始的收视率并不高,但是口碑却很好,所有的演制人员在一起互相磨练了八个月,剧本也是历经十五年才得以定告, 好的作品就像一滩陈年佳酿,一口喝下去,你会觉得肃然无味,但如果你细细品来,就会越来越有味,只有这样去品,你才能品出他到底讲述的是什么,他所要表达的又是什么, 听完邓伦的这些话,你还会认为邓伦的火是偶然的吗?并不是,这位有态度有思想的九龄后小生是靠着自己的信念与态度,才达到今日的高度,努力就会有收获,或许大家都羡慕邓伦今日的成就, 除了相秘中的凤凰、谢童、肖策、柳千人,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角,但是邓伦在接到这些角色后,不会去找什么捷径,就是用最笨的办法,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倾尽全力,他一直相信这样一个道理,你只要努力了,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, 要知道这个道理,也曾在邓伦高考的时候帮过他大忙,邓伦高中的时候,文化成绩不是很好,如果单论文化成绩,自己肯定是考不上一类大学的,但是他自己对未来又有很高的期许, 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习表演,希望靠特长考上更好的学校,后来自己拿到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录取通知书后,他拼接了全力补习文化课,最后如大家所愿,他考上了上系, 从此我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,因为那三个月的学习,我才能考上上系,再上系慢慢赶上了表演,之后才能有如今的我,希望邓伦的这一份,努力就会有收获,也能感染到喜爱他的人, 跟直播的爱情观圈那人,都知道邓伦是个耿直的,我是个随性的人,有什么就说什么,从来不会绕弯子,这个看起来粗心的男孩,其实是个非常会照顾人的暖男。